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农村每年杀年猪时所吃的一种炖菜 早年间东北农村用家里的剩菜剩饭 野菜 玉米面喂猪 所以这肉质更醇厚 杀了年猪 灌上血肠 铁锅里炖上酸菜 最后再配点蒜酱 才是东北人最爱的那款终极炖菜 看来要吃到正宗的杀猪菜 就要赶在杀年猪的时候 这不 村里的孩子们把我带到了这户王大哥家 王大哥 这株猪有多重啊 今天这 三百斤 三百斤啊 就是每年吃辣月嘛 这会儿爱家吃 谁家杀猪呢 所有邻居呢 亲朋好友都来 这个到辣月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能吃到猪肉吧 每天都能吃到 对吧 全村都杀 那是挺开心的 我跟王大哥说话这会儿 年猪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和屋外的冰尖雪地相比 屋里已经是宾客满堂 热闹非凡 大哥 你这一大早就过来了 是吗 就过来 七点多就过来了 天哪 就是从杀猪开始都在里面 你知道吗 在东北吃杀猪菜 被杀猪就能来那么多人 王大哥 你给我介绍就要呗 这些都是谁啊 这是我弟弟 这是远到大青来的 我哥哥哥 哥哥哥孩儿子 东北人豪爽好客 自家宰杀的年猪不是为了储存过冬 而是直接用来招待老乡亲朋 这也是为了庆祝一年的好收成 在这里你能真正体会到举村同乐的热闹 也能感受到乡亲们同甘共苦的情怀 男人杀猪女人做饭是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 杀猪菜产生于食物相对匮乏的过去 为了能把年猪的各个部位都变成纯脂留香的美味 就需要个人分工明确 所以说这些大姐的绝活 就是共同完成将年猪物尽其用的这项大工程 咱们这血肠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吗 对这是面肠 桥面 桥面的 对 所以吃出来会不太一样 那咱们从哪开始呢 把那个葱 要说东北的血肠那可是大名鼎鼎 不过往里加桥面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这位大姐告诉我 混合葱姜和桥面之后 做出来的血肠油而不腻 口感更软糯 所以也被他们称为面肠 不过在我看来更像是他家的秘制血肠 用手吗 抓呀 这样才能抓匀 是吗 而在搅拌过程中加入老汤及自炸的豆油 也是让这秘制血肠更加美味的秘诀 我一直觉得血肠是一项特别天才的发明 他把一头猪身上的两样食材通过简单的方法 结合成一道佳肴 既解决了猪血软嫩不好拾取的问题 又让猪肠的油香浸润到猪血当中 劳动人民用智慧创造出了这道传统名菜 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 突然飘出一阵清爽的酸味 原来是杀猪菜中的另一员大将 腌酸菜登场了 在东北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己腌制酸菜 从过去到现在 不论贫富 酸菜缸可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物件 我们东北的这个酸菜缸 这家家都有一道东北的那个酸菜 都割到厨房 这一缸能吃多少 一缸吃多少 一缸都是嘛 这边的酸菜还没切完 那边的血肠就要下锅了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煮个血肠为什么还要拿一根擀面杖呢 难道还有什么绝活 就这样下去 为什么要用擀面杖呢 它不容易爆 就是这样 因为那些铲子什么的上面比较锋利 对对 那边都破了 血肠下到开水锅里 这热水马上就变成了一锅高汤 而鲜香的高汤又将血肠反复烹煮 这里应外合的入味方法 想必能催化出更加鲜美的滋味吧 太明显了 这就没熟 是没熟 那种有点意思 放气 你不用 你扎一个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 扎的太气就很难 扎的气 打得轻点 人家头都看得气大 从头上扎一个 血肠煮熟后 外面的肠衣薄得透明 而且有弹性 怎么切才能让肠衣不收缩 血肠形状又好看呢 它有切法很多 我们要是随便没啥事吃 就随便怎么方便 怎么切 就是清过这种 对对对 怎么切的 但是又为了讲到 它有顺势和逆势的方向 怎么怎么不一样 这个是这么切的 属于顺势的 对这就是正常切法 对切法 但是它容易捕出去 就这么切 就你看看出来了 就要挤出来了 这就不好看了 就平时在家吃没关系 没关系 对对 所以来人吃起来 为了要个酱汤 漂亮点 漂亮点 好看点 要不然又有食欲感点 对 有食欲感 要用逆时的方向 就从这边切 对 一刀下去 它面平面 面是平面的 为什么从这边过去 它就不一样呢 我看你这个手在这 你是滴了这个 这个肠衣 这个皮 抬上去有点劲 是吗 对对对 然后一刀下去 切血肠还分随意派和讲究派 东北人对血肠的研究态度 和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和猪肉相比 其实猪血更具营养价值 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铁 铜 鑫 等微量元素 而且还是一种脂肪含量极低的食材 跟着能干的娘子军们忙活了一天 一头三百斤的年猪 已经在他们的桥手下 化作一道道可口的佳肴 五花肉 猪肝 血肠 烹饪方法大多简单 但这朴实的肉香 却能勾引出味蕾的本能 伴随着刚一揭开锅盖时的水汽弥漫 一阵酸菜白肉的香气袭来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亲友陆续落作 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欣喜 至此我也明白 最原汁原味的东北农家杀猪菜 其实并不是一道菜 而是在喜庆的日子里 杀年猪做家宴的一种风俗 淳朴的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 将一头猪物尽其用 变成一桌供亲朋好友享用的美餐 吃的是五股丰登的心情 品的是肝胆相照的感情 年年杀猪都上了家来 来 干杯 我看好我们这些东北的大家庭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 这才是真正的大家 是吧 特别特别热闹 特别棒 来 大家干杯 干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态环境孕育了多样的物产 也滋养出最朴实的民风 尝尝吧 尝尝我们可以先走 我们还想给点 每年冬去春来 无论是黑龙江中的鲜美江鱼 还是旷野森林中的清新野菜 都会在训客人质朴的烹饪理念下 变成令人垂涎的农家美味 煎炒烹炸 闷溜凹顿 菜刀撞击案板 锅碗亲近瓢盆 准时奏响了美食巨曲 凌晨三点 迅克县甘叉子乡的渔民梁海生 已经早早起床 此时 夫妻俩正在收拾鱼网 检查机器 为今天打鱼做准备 梁海生今年57岁 在黑龙江畔生活了大半辈子 对他来说 家门口的这条江 就像是最熟悉的老朋友 乘船捕鱼 早已是轻车熟路 准备妥当后 老梁和老伴迎着朝阳出发了 趁着冬去春来 他们打算多收获一些开江鱼 开江是我国北方独有的一道景观 每年四五月份 随着气温升高 在冬季冰封的黑龙江江面便开始融化 破碎的浮冰在互相挤压之后 会连成冰牌顺流而下 在水势大的年份 江面上会形成千里跑冰牌的景象 畏为壮观 每年开江之后 是渔民们打鱼的黄金期 在冰层下挨过了一个冬天的鱼 体内脂肪消耗殆尽 肉质更加紧致鲜美 因此打上来的开江鱼 也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在江面上兜了一圈之后 老梁和老伴选好了地点 开始下网捕鱼 下网完毕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 在老梁看来 只有耐得住性子的人 才能等来丰收 当年正是高人一筹的打鱼技术 让它收获了老板的方形 我说撒下来是希望 收获的是幸福 漫长的等待后 收获幸福的时刻 终于到了 体型较大的鱼落网 还未长成的小鱼 则可以漏网 躲过一切 抓大放小 是渔民们和大自然 不成文的约定 下网齐网 是打鱼人的家常便饭 一放一收剪 小梁变成了老梁 老梁口当了爷爷奶奶 马上又要做姥姥老爷了 如老梁所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黑龙江没有亏待 他滋养的这方土地 这一次 老梁口又有了不少收获 回到家中 老梁立刻开始清理鱼网 和往常一样 鱼贩子会把大部分的鱼收走 剩下的一些开江鱼 则会被老伴做成几道 鲜美的家常菜 蛇鞠 俗称船钉子 是黑龙江常见的 小型鱼类 在农家人的菜单里 船钉子的做法有好几种 老梁最爱吃的就是酱焖船钉子 酱焖的做法 第一步是要做出汤汁 在锅中倒入油 开火加热 将准备好的葱花和蒜末倒入其中 之后加入老梁家自制的土酱 在锅中煸出香味 加入清水 在锅中煮成浓香突鼻的汤汁 汤底做好 接下来就要倒入处理好的船钉子 加入一点食醋 是当地做鱼菜的秘诀 这样可以让细小的鱼刺软化 最后放入八角 辣椒等辅料 进行调味 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这会儿盖慢火了 都爱吃这个酱焖的 特别是咱新打出的鱼 特别的鲜明 做出了好吃 饺子它有酱香 然后还有鱼的香气 混合到一起特别的好吃 十分钟后 一道口感醇厚 酱香扑鼻的酱焖船钉子 就正式出锅了 新鲜的姜鱼 配上浓郁的酱汁 焦溶的滋味 让人唇齿流香 除了船钉子 老伴还要给老梁 再做一道炖虫虫 虫虫是当地人 对这种小鱼的俗称 它的学名叫醇滑 又叫虫醇 与酱焖船钉子不同 炖虫虫用的是传统的铁锅灶台 这也是农家人最熟悉的锤具 将鱼放入锅中油煎 既能除腥又能增香 之后加入葱 姜 辣椒等调味 用水盖住鱼身炖煮 对老梁一家人来说 做菜从来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 添加的佐料 也不会讲究量上的精确 灶台上下煎炒烹炸 凭借的是几十年的烹调经验 和手里的感觉 从锅里盛出的菜肴 虽然没有令人惊艳的外表 却包含着农家人 对烹饪最质朴的理解 老梁头 猴焖虫畅 吃吧 饭菜上桌 老梁的酒也已经倒好了 酱炖沙虎露子 吃吧 这是净和人爷 对 咱感谢和人爷 在当地 人们有据吃鱼的俗语 鲤鱼头 鲤鱼尾 鞭花肚囊 虫虫嘴 老梁把炖虫虫最好吃的部位 虫虫嘴加给了老伴 虽说这是姑爷 特意带给老梁的酒 但是老伴还是管着不让老梁多喝 再过几天 老伴要去沈阳 帮着女儿照料即将出事的孩子 天丁尽口的喜事 让老梁在餐桌上格外有兴致 一杯浸上浆水 一杯饮下生活 对于生活在黑龙江畔的人们来说 春天总是意味着收获和希望 距离今年的开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在迅克县的渔市上 商贩们纷纷把开疆后的收获 摆上了摊位 江鲤鱼 嘎牙子鱼 牛尾鱼 这些都是当地市场 最常见的鱼线 民间三花五螺十八子 七十二杂鱼的顺口溜 说的就是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 在迅克 不论是专业渔民 还是普通百姓 对鱼的热爱 都是发自内心的 炖鱼 煎鱼 烤鱼 不同的做法 东捕 下捞 不同的季节 靠山吃山 靠水吃鱼 在这座临江而居的小城 以江鱼为特色的饭店 就有十几家 今年五十岁的红颜 是当地一家饭店的老板 虽然餐馆的面积不大 但是至今已经开了有十五年 算得上是县城里的老字号 成为老板的红颜 依然每天下厨 为了做出令人满意的菜品 他总是在寻找最优质的食材 从十六岁就在饭店开始学徒 就接触厨房了 我十九岁那年就开始接触江鱼 打五年工 然后我自己开一个小饭店 开了十五年饭店至今 说实话 我愿意做饭 我没说实话 我做饭我做够了 我没有那种感觉 用我的手艺 用我做鱼的手艺 我养了我家人 我在熊熊圆生存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鱼 还算可以 把这个一会儿腰底 今天几位好友 约到店里聚会 点名要吃红颜做的鱼菜 借着这个机会 红颜正好到市场上转一转 准备挑几条新鲜的开江鱼 与一般人不同 红颜对开江鱼的鉴别 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这个江鲤子还是不错 它这个江鲤子我跟你说 它这个有特征 这个腹部非常 线条非常美 这鱼 另外一个呢 摸着连滑 但是里边有拉手的感觉 还有尾部 这尾部也是 尤其它这个嘴 它野生的鱼嘴呢 实实地说往下长 你看它养的鱼呢 它这个嘴唇是往上来的 看看它这个是往这边来 看看它这个鱼 它这鱼嘴是往下来的 而且这有大鱼 鳞片也厚 对 瓷是鳞片也厚 它的炖鱼的时候胶脂也够 这鱼大约有多少钱 五斤多 五六只 咱就来它吧 今天中午 就来它吧 你看这鱼 最终 红颜在鱼室上 看中了鲤鱼和嘎牙子鱼 今天 这两道开疆鱼菜 一定能让朋友们满意 黑龙江鲤 俗称鲤子或者鲤拐子 是黑龙江鲤常见的鱼类之一 新鲜的鲤鱼营养价值高 鱼肉紧质结实 炖煮入味而又能不碎 是家常炖姜鲤最理想的食材 处理鲜鱼是厨师们的基本功 在给鱼去淋后 红颜开始施展独特的下刀技巧 此时 需要将刀身倾斜 手腕旋转用力 在鱼身上切出类似网状的刀口 使鲤鱼更加入味 点火倒油 也有不一样的讲究 红颜的经验是做到三热 锅热 油热 勺热 热油时既不能太温 也不能过费 鲤鱼下锅的时间要刚刚好 这样才能保证做出的鱼汤 白中透黄色泽诱人 加入少许盐 能让鱼肉尽早入味 还能让鱼皮完整不粘锅 手腕用劲 摇动锅身 让鲤鱼不停旋转 受热均匀 放入葱姜 八角 加入花雕酒 酱油 陈醋等调味料 再倒入冷水 没过鱼身 现在大火烧开 食材们开始释放各自的香味 最后盖上锅盖炖煮 红颜买回的另一种鱼 叫做嘎牙子 学名叫做黄嗓 这个鱼多数都是生长在这个鱼 就是凡是黑龙江的野生的鱼 它是每个季节不同 从开江五月份六月份 这个季节就吃嘎牙子或牛尾巴 这个季节就输这个鱼 这个鱼你就是打倒完之后 不用说是像别的鱼 左一边洗右一边洗 把这个粘液如果洗掉了这个鱼 肉质就发财了 就不香了 也不嫩了 这个鱼是最大的了 这也是亡者了 在这些牛尾巴当中 尬牙子当鱼 这种体肠无鳞的江鱼 背鳍和胸鳍上都有硬刺 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 即便如此 黄嗓鱼还是凭借细腻的肉质 成为饭店里最受欢迎的食材之一 在热油中加入葱姜八角 煸香后再倒入豆瓣酱 加入冷水 将整条鱼放入锅中 蒙火煮沸之后 黄嗓鱼细腻的肉质 会呈现出一粒一粒的蒜瓣状 当地人把它叫做蒜瓣肉 不多久 一道黄焖嘎鱼子也出锅了 经过半天的忙活 开浆鱼菜终于端上了餐桌 家常炖浆礼 肉质肥厚的鲤鱼 枝香味浓 令人回味无穷 黄焖嘎鱼子色泽艳丽 口感细腻弹牙 精心准备的食材 加上独具匠心的烹饪 这次的开浆鱼菜 受到了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吃开浆鱼的习惯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辽史有二月丁友 头鱼宴的记载 头鱼指的就是开浆鱼 今天生活在北方的人们 依然保持着这种古老的传统 经过厨师们的不懈努力 更多种类的开浆鱼菜品 已经被端上餐桌 来自黑龙江的珍贵鱼仙 将会给更多的味蕾 带来享受 克林村 位于迅克县东南的山区 下午四点 41岁的村民邹基伟 与往常一样 准备做他最享受的工作 喂猪 对于山里的猪仔来说 这也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 邹基伟的出现 意味着即将开饭 四面八方的猪仔 都会立刻向他靠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猪仔组》 原生态的养殖方法 让邹基伟对自己合作社产的猪肉 信心满满 他的推销方式也很特别 邀请几家餐馆老板 到合作社猪场 现抓现杀 用东北原生态的杀猪菜做法 检验猪肉的品质 听说有县里的采购商要来 社员们一大早就开始忙活 大家心里明白 这次的宴席 或许会关系到 养殖合作社未来的发展 把油桶切成两半 就是一座简易的锅灶 切好的猪肉搭配上酸菜 充满东北特色的杀猪菜 已经充具形态 现杀现做的做法 既能最大限度 保证猪肉的新鲜 又能同时利用猪身上各个部位 做出更多样的菜品 宴席的主菜还在锅里炖煮 此时 邹机伟帮忙制作这道特色菜 灌穴肠 灌穴肠的第一步是翻肠 在此过程中 既要保证筷子顶住不滑脱 又要注意不能把肠子刺破 完成后 先用活水冲洗 再放入盆中清洗一次 这是洗肠子和面 用度油 这种洗法是最好的 这个一抓 它是肠上的黏膜 胃上的黏膜都全部掉下来 接下来就需要调兑猪血 将肉汤 猪血和水 按照比例调兑 比例大小决定了血肠的老与嫩 这个是一碗老汤 一碗血 一碗水 老汤就是忽悠的汤 它就对在一起 加两个鸡蛋 可以使口感更滑嫩 把调好的猪血 灌入扎紧的长衣中 之后 又到了放入锅中 忽的环节 判断它熟没熟 用牙签扎一下 它不出血就熟了 它这就熟了 做完血肠 厨师们开始处理 猪肋骨下的五花肉 这里的肉质瘦而不柴 肥而不腻 是制作东北扣肉 最佳的选择 这一套菜是东北的特色菜 口肉 虽说麻烦一些 但是做出来非常好吃 近嘴即化 在煮至八成熟的猪肉肉皮上 涂抹蜂蜜和酱油 把肉皮一侧 放入锅中油煎 待肉皮炸至金黄 捞通 此时 肥瘦相间的优良肉质 一览无余 将切好的肉片 装入一口深碗 加入调味料 即可下锅焖蒸 但是这个肉呢 你一定要放酸 扣肉的关键 在于最后的移扣 下锅时 肉皮朝下 出锅时 手腕移扣 金黄的肉皮 整齐向上 最后 浇上勾好的芡汁 令人垂涎 天气忽情忽语 但是受邀的老板们 依旧如约而至 他们一边观看 一边询问 显然 合作社准备的这桌菜品 已经勾起了他们的兴趣 大半天的忙活 地道的杀猪菜宴 终于开启 鲜嫩的猪肋排 做成手扒肉 细腻的灯笼挂 直接焖熟 蘸蒜泥 还有一盘盘扣肉 血肠 有粗有细的菜品搭配 是邹鸡伟的精心设计 这样既能保留猪肉的原汁原味 也能给上门的客人 展现更多的花样 饭桌上 忙活了大半天的 邹鸡伟和社员们 终于松了一口气 高品质的猪肉 和地道的杀猪菜做法 让莱克赞不绝口 融洽的氛围 更为接下来可能的合作 打下了基础 这桌杀猪菜 让大家享受到美味的同时 也让社员们对合作社的未来发展 充满了信心 秋天 是收获的季节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边陲小城 迅克县 即将迎来黄豆的丰收 今年的气温较往年偏低 此时的黄豆 鸡甲完成 正在汲取养分 充分鼓励 大约三十天后的深秋 它们将彻底成熟 满地的翠绿 将在那时变为一片金黄 谢亚乡 今年56岁 和丈夫孙震龙 在县里的早逝上 经营着一家豆腐房 屋里做 屋外卖 十几年来 风雨无阻 迅克县的优质黄豆 加上夫妻俩多年的手艺 让他们做出的豆制品 广受好评 在所有的产品中 最受欢迎的 要属干豆腐 这种成片状的豆制品 既可以作为食材 烹制多种菜肴 也可以直接食用 配上大葱 香菜 鸡蛋酱 就成了一道东北人都喜欢的名吃 干豆腐卷大葱 如此简单的吃食 能够征服东北人的味蕾 秘诀就在于包在外面的这层干豆腐 质地柔软 薄如纸片 豆香四溢 丈夫孙震龙 就掌握着这个秘诀 豆浆点卤之后 先要不停搅拌 防止沉淀 接下来就是关键的手工泼制 看似随意的动作 却有诸多讲究 一张干豆腐 重三两三前 摇取豆花时 重量已经控制在手了 泼制时 压腕 横移 收腕 一气呵成 泼出的干豆腐 既要薄又要匀 厚了其实不好吃 口感不行 它这个必须得薄原料 天气好的时候 谢家的干豆腐 每天能卖出八百多张 这意味着 老孙每天要做八百多次 这样的动作 正是这一次次 看似简单的重复 十几年叠加 成就了不简单的手艺 小小的豆腐房 得到了食客们的认可 也担起了谢亚乡 一家人的生计 如同干豆腐 卷大葱的直接与纯粹 夫妻俩的辛勤劳动 换回的 是让人心安的幸福 秋季 也是迅克县最多彩的季节 绵延的小新安岭山脉 为生活在迅克人们 带来了多样的山珍美味 其中有一种最珍贵的食材 总是随着秋雨 一同到来 今天 迅克县松树沟乡 东发村的村民 颜绍春 和邻居结伴 准备去山里采摘 这份自然的馈赠 头一天的雨水 增加了进山的难度 却更增加了大家的热情 刚一进山 老岩就开始扫视 路边的树林 经验告诉他 想有所收获 一定得掩明手快 这些活头 看着活头 整下来 活头一般都长在 这个死树杀上 你看 这不是一个甘树枝吗 在它结构上 开始长 这个活树上是不再长的 它在一个死树杀上长 这个不算大 那一个 是不是那边那个 你看那个像吗 像吗 是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你看 是不是 你看 是不是 这不是 死树杀吗 你看 可以长 这个地上 捅起来吗 这味可好了 可鲜了呢 这味 你闻闻 这就是今天要寻找的主要食材 猴头菇 这种大多生长在枯木上的菌类 由于外形酷似猴子头 因而得名猴头菇 野生猴头菇 是中国传统的名贵菜肴 野生猴头菇还具有药用价值 用它做成的菜肴 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今天 雨过天晴的山林格外慷慨 大家收获了不少猴头菇 与它相比 老岩采摘的另一样山针 针魔 只能算是寻常之物了 林间落叶的腐植土壤 加上一场小雨 滋养了这些山里的精灵 当地人把上山采蘑菇 称为跑山 跑山的过程充满了趣味 却也有不少陷阱 带颜色的蘑菇上山 一般都不采 它没有虫子 没有虫眼 一般都 这种蘑菇上山一般不采 除了避开毒蘑菇 跑山人还需要随时注意四周 长时间盯着树上脚下看 在茂密的森林里容易迷失方向 所以跑山一定要结伴而行 一上午的搜寻后 老盐和邻居们满载而归 收获的蘑菇 大部分要趁着天晴及时晒干 这样方便带给在城里的孩子 剩下一点 老两口准备自己尝尝鲜 老盐打算做一道辣椒炒蘑菇 在老盐看来 辣椒炒蘑菇虽然简单 却也最能体现蘑菇的鲜味 先将辣椒炒出香味 再放入蘑菇 简单翻炒之后就可以出锅 猴头菇在保留山珍滋味的同时 充分吸收了辣椒的辛香 简单朴素的农家菜肴 做出了至美的人间鲜味 屋内 老两口享用着简单的一餐 屋外 晾晒着上午采来的野生针膜 几天后 他们将跟随老盐进城 被端上孩子们的餐桌 在中俄边境 黑龙江辅远已生活着 古老的渔猎民族贺哲族 中俄饮食文化在此交融 孕育出了辅远独具特色的饮食风味 在辅远 人们喜欢选择什么鱼的鱼肉 来制作鱼丸汤 当地人怎样制作 并使用一种贺哲族渔猎工具 来钓鱼 咱们俩这小杆好可爱 短短的 这怎么用呢 上山采集来的藤蔓 被怎样用来制作 牛舌烧烤大串 加工处理牛舌 究竟有何妙招 这么大一团 这就一根树上 扒下来这么多 一条熏黄鱼 能有多少种吃法 抽取出来的一整条熏黄鱼筋 被当地人烹出了什么风味菜肴 我的手已经勒出印来了 你咱们这筋认情特别足 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来到福远 一起探寻福远的特色风味 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来到盛产淡水鱼的黑龙江省福远市 首先要品尝的当然就是鱼鲜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烹鱼高手 杜继广老师 杜继广是当地一名 德高望重的退休教师 平时很喜欢钻研厨艺 这一次杜老师准备制作一道 他最拿手的特色鱼丸汤 招待刚从外地赶回来 看望他的学生 说好了制作美食 可奇怪的是杜老师不拿吹具 却拿出了很多其他工具 这是要做什么呢 味道调查员完全看不懂了 老虎前看着也不像做好吃的呀 你猜呢 我猜啊你不会是要给我上一节手工课吧 做一个补鱼的工具 杜老师告诉味道调查员 要做鱼丸汤就要先去钓鱼 这些工具都是用来制作鱼钩的 可是什么样的特殊鱼钩 还需要杜老师亲自动手制作呢 杜老师将几根钢丝固定在模子中 用皮筋固定降护封口 再将铅块融化倒入模子中 放入凉水中冷却 静待成型 咱们管它叫鱼的钩 这是小鱼的形状啊 这算成功了吗 这也行 杜老师将钢丝打磨出锋利的尖头 配上鱼线和一根长35厘米左右的鱼竿 撅打钩就做好了 这是贺哲族人祖辈流传下来的鱼猎智慧 他们为了捕捉到一些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特别研制出了这种类似鱼形的仿生儿 来引诱鱼儿咬钩 可是使用如此特别的撅打钩 会钓起什么鱼呢 又该怎么用呢 杜老师带着味道调查员 来到了人工养鱼基地 准备揭晓谜底 咱们俩这小钩好可爱 短短的 这怎么用呢 根据水撑多少 你得放线 放线 这得放多长 撕到底了 把它抬起二寸 就差不多就是七厘米是吧 七厘米不到 鱼都不行 得倔的 要不叫倔的钩吗 倔的是什么意思 模仿那个小鱼在水里头 有湖湾是一倔的 倔的 就这个叫倔的 对 就这样叫倔的 就是像小鱼的水里边一弹一弹 陆老师告诉味道调查员 这次是专门用倔达沟来钓黑斑狗鱼的 当地人称之为狗鱼 主要生活在黑龙江省的淡水流域中 它在水下行动敏捷 攻击力强 喜欢捕食活动的小型鱼类 倔达沟正是根据它的这个习性 在水中模仿小鱼游动 吸引狗鱼前来觅食咬沟 而第一次尝试使用倔达沟钓鱼的味道调查员 能钓上来狗鱼吗 就中午那一个时间休息一个半钟头 我就能钓上这十多条狗鱼 当时这钓鱼饮挺大 有时间就去 机敏的狗鱼很不好钓 为了增加钓上狗鱼的几率 杜老师带着味道调查员 选择了不同的位置来尝试 终于有了收获 你听不见 好沉啊 杜老师 所以这钩子钩住的是它这狗鱼上个 我想把钩甩掉 咱们看了一下咱们这老式钓法 也尝一尝您这老手艺好不好 好 那么最拿手的就是穿狗鱼丸 鱼丸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喜爱的美食 而在抚远人看来 最好吃的鱼丸一定是用狗鱼的鱼肉来制作的 这用狗鱼制作的鱼丸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硬做一个味儿 要做好了不容易 而我呢 能做得恰到好处 有口感还滑嫩 总之这两个字好吃 是吧 将狗鱼内脏清理干净后 杜老师展示起多年来练就的高超厨艺 手中的刀在鱼肉中肆意游走 片刻间鱼肉 鱼腑 鱼皮便被各自分离开 杜老师 像这狗鱼的鱼肉做鱼丸 它有什么优势呀 狗鱼啊 它是个追活时的鱼 它这个在水里的游泳速度特别快 它身上没有多余的脂肪 狗鱼行动敏捷 四处游动觅食 所以肌肉质紧实 脂肪含量少 制作出来的鱼丸 口感软嫩 紧致 又有弹性 而杜老师告诉味道调查员 他制作的这道鱼丸美食 之所以广受好评 不仅是因为选材特别 而且还因为 它有许多独家的烹饪小窍门 可以让他制作的鱼丸 风味尤加 首先 切鱼肉的步骤就非常讲究 鱼肉要切得越薄越好 这样可以将鱼肉中残留的 少量鱼刺切得更短小 有利于后续加工出 更好口感的鱼丸 现在就剁鱼泥了是吧 对 这个我行 这样剁还不行 再倒点水 它不沾刀 再一个这还鱼鱼盛泥 还挺酷我感觉 在双刀的排剁下 薄薄的鱼肉片逐渐被剁成了鱼绒 杜老师为了加快制作鱼绒的速度 开始改为用刀背排剁 半个小时左右 鱼肉片已经全部变成了细腻的鱼绒 到了关键的调味环节 先在鱼绒中加入适量的熟豆油 可以去腥增香 煎炒膨杂盐味酒 五辛调料醋当鲜 这个鱼丸里头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盐 盐放多少举足轻重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您能教教我吗 只能意会 无法延伸 这种就是靠经验了 对 经验 现在就给它搅匀了 现在就是上劲了 加入适量食盐 不仅可以增味 还促使鱼绒中的盐绒蛋白溶出 形成高粘度凝胶体 可以更好地帮助鱼绒上进 顺时针快速搅拌 少量的空气进入到鱼绒中 使得鱼绒变得蓬松轻柔 现在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 是粘稠到什么程度 已经挂在这个盆上了 这不倒 对 这不倒 这就到位了是吧 对 这是不是可以开始做鱼丸了 对 木柴生火 带锅中水温达到60摄氏度左右 将鱼绒挤成鱼丸迅速下锅 鱼丸在锅中逐渐凝固成型 从锅底漂浮到水面 待水沸腾起来 鱼丸便可捞出 在鱼丸盛出前 还需要先在汤碗中放入底料 黄瓜取杨切断 增加鱼丸汤的清爽口感 同时加入葱花 姜末 蒜末 香菜段调味 随后将煮好的鱼丸带着热汤 一同浇入汤碗中 热汤瞬间激发出所有配菜的香气 杜老师的拿手好菜 狗鱼鱼丸汤便大功告成了 搭配上杜老师准备的 其他辅远特色菜肴 一桌丰盛又美味的晚餐 就为学生们准备好了 好甜啊这个味道 就鱼鲜味都在这一个丸子里头了 饱满多汁的狗鱼鱼丸 入口筋道软弹 配上一口鲜美的鱼丸汤 鲜 滑 软 嫩 多重口感相拥在舌尖之上 带给人大大的满足 杜老师特意制作的狗鱼鱼丸汤 仍是学生们记忆中不变的老味道 其中也饱含着 不曾改变的浓浓师生情谊 古远人的夜宵菜单里 烧烤永远是人们的最爱 烤羊肉串 烤牛肉串 烤鸡肉串 各式烤串 琳琅满目 听说当地有一位美食达人 王凤华大姐 准备要烤制近三米长的牛舌大串 味道调查员带着好奇心找到了他 作为当地贺哲族艺术团团长的王大姐 经常在艺术团成员的聚会上 自制一些充满创意的烧烤小串 深受大家欢迎 这次艺术团聚会来的人多 大家都点名要吃他独家制作的烤牛舌串 这让他萌生了个新想法 是否可以仿照俄罗斯人吃大烤串的豪迈做法 自己也尝试制作超长的烤牛舌串呢 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既能让大家伙吃得更满足 也能让聚会的气氛更热闹 他会怎么制作这超长烤牛舌串呢 王大姐说 要想考制出美味的牛舌大串 需要先去寻找一种当地的植物 做调料才行 那会是什么呢 王姐 这林子里好漂亮啊 漂亮 那您在我找的这山里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呀 叫山花椒 是咱们平常吃的那种 一颗一颗的那种小花椒是吗 山里找的 不是 那个是花椒 咱们今天要找的是山花椒 不就多了一个山子吗 还有大不一样啊 等一下你看着了你就知道了 王姐要寻找的山花椒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这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好奇 王姐 这山花椒一般都长在什么位置呢 它一般都是长在 树叶比较茂密的森林里 王姐 我这怎么转了一大圈了 也没看着长得像花椒的树啊 找这种东西不要着急 我眼睛都看花了 这颗就是 这颗就是 这哪有花椒啊 砍在上面的这个藤 就这个 这不就是一根藤蔓吗 它就是我们山里的宝贝 这个就叫山花椒 真的有那种青花椒的味道 大家见过长这个形状的花椒吗 这个就是山花椒 这跟我最初想象的还真是有点不太一样 王姐所说的山花椒 其实是五味子的藤蔓 入秋后 其果实和树叶会全部掉落 藤蔓开始散发出类似花椒的香气 当地人会将其用作烹饪调料 这么大一团 这就一根树上扒下来这么多 对啊 我们给它盘起来 所以咱们采完之后 每次还得这样整理一下 对啊 要不然的话 你在家里面放它也占地方 好利索呀 王姐您这时候 是平常自己没事的时候 也会来这采吗 对的 从小跟家人经常上山 来采这些山货 这个味道更鲜美一些 这个味道更浓一些 这个盘得不好看 王姐还要讲究 这个盘得好不好看 很像编了一个小花环 山花椒花环 采集到了有着花椒香气的山花椒 王姐开始准备制作烤牛舌大串了 味道调查员心中特别期待 这山花椒和牛舌大串的结合 会是何种滋味呢 这两样怎么结合在一起 是把这个磨成粉吗 这个是个秘密 晚上我再告诉你 还非得等晚上 对啊 首先我们要把牛舌上的这个外皮 给它去除掉 这要怎么去掉呢 这个要用水呼一呼啊 呼是什么意思 呼啊 就是煮的意思 用水煮 又学到一个新词问 王姐说 烤制牛舌大串 并不是直接将牛舌穿起来烤制 在烤制之前 还需要先去掉牛舌的外皮才行 冷水下锅 大火炖煮四五个小时 烹煮后的牛舌变得更加紧实 将牛舌捞出 浸泡在冷水中冷却 王姐会怎么给这些呼过的牛舌去皮呢 王姐 咱们这是直接从天亮呼到了落日 这得呼这么久 对啊 这算是都已经呼熟了是吧 呼熟了 而且熟了之后 我感觉它缩了不少 王姐在牛舌中间划开一个浅口 便可轻易地包下牛舌的外皮 露出里面粉嫩的牛舌肉 呼到火候了就特别好吧 是吧 就撕起来特别丝滑 好有成就感 包掉了牛舌的外皮 接下来要将肉感满满的牛舌改刀 切成两厘米左右厚的牛舌片 咱们切这么厚啊 对啊 好过瘾 这个烤出来特别香 特别嫩 这上面还要再划一下 对啊 太厚了 王姐说 厚切的牛舌片在烤制时 可以保留内部更多的水分 使其拥有嫩滑的口感 将牛舌片的两面都划好十字花刀 这样可以保证厚实的牛舌片 再加入调料时能更好入味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给它调味了 对 那这山花椒得盘上用场了吧 山花椒还没到它 还没到 没有 这花椒的味不是从这来吗 不是 花椒的秘密在后边 还在后边 还在后面 你期待吧 所以咱们就是用这 比较常规的这些调味料来腌制了 对 加入适量的胡椒粉 芝麻 滋然 食盐 辣椒粉 大豆油 将各种调味品与牛舌片搅拌均匀 腌制大约十分钟 让各种调料的香气互相融合 进入牛舌片中 好香啊 王姐 太诱人了 是不是出口水了 我一直在腌口水 牛舌片腌制好 彩椒切块备用 王姐终于准备开始 穿牛舌大串了 来看一下我们这三米牛舌串的 这个大签子 这得特制的吧 王姐 特制的 配上咱们这海椒 这就是普通的那种羊肉串的放大法 王姐 这种吃法您是怎么想着的 这个想法就是来自俄罗斯大串 我也吃过俄罗斯大串 它那分量都特别多 它里面就好韧的 还得试点劲 在王姐和味道调查员共同的努力下 牛舌片逐渐穿满了铁签 我们的三米长牛舌串 成功了 走 开烤 为了烤制这超长牛舌大串 王姐已经找人用砖 垒出了一个特制的烧烤炉 仅三米长的牛舌大串 终于可以开始烤制了 可是之前采摘的山花椒 怎么还没有派上用场呢 王姐 我突然想起来 咱们这山花椒还没登场呢 马上出场 王姐 这怎么个用法呢 把这山花椒铺在炭上 直接铺在炭上了 对 直接铺在炭上 山花椒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用山花椒烤出来的大牛舌 味道更鲜美 所以咱们这个花椒香 还真不是撒上去的 是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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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熏出来的 原来王姐是利用山花椒燃烧 所散发出来的 类似花椒味道的独特香气 来熏制牛舌大串 这种烤制方式很是奇特 这让味道调查员更期待 想快些尝到 这牛舌大串的滋味了 为了保证大串上的牛舌片 都能受热均匀 烤制过程中 需要持续不停的翻转 大约15分钟后 众人大快朵银的时候 就到了 好好吃啊 好香啊 它这个牛舌里边 油脂全部都烤出来了 而且很神奇的 那个山花椒那个口感 在舌边上酥酥麻麻的 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烧烤味道 让人口舌生津 炒制好的牛舌片 吃起来软嫩鲜香 混合着山花椒带来的独特麻香 刺激着味蕾 让人忍不住再多吃上几口 好友相聚 再歌再舞 烧烤助兴 王姐特制的超长牛舌大串 为这一次的好友聚会增添了心意 也受到了朋友们的交口称赞 真是令人惊叹 这是淡水里边生长出来的巨型鱼 听说在当地有一道菜是只能用这一种鱼来做 究竟是为什么呢 咱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福远也被称作巡黄鱼之乡 在当地用来烹制菜肴的巡黄鱼 是史士巡和达士黄杂交培育出来的可食用商品鱼 这种鱼生活在淡水中体型巨大 成年的巡黄鱼体重可达五十千克以上 巡黄鱼的肉质紧实味道鲜美 是当地人每逢重要节庆日烹饪佳肴的首选食材 而味道调查员听说 在福远有一道只能用巡黄鱼来制作的特色菜肴 那究竟是何种美味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惑 味道调查员找到了周春香大姐 周大姐是福远市伊马堪说唱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伊马堪说唱是流行于黑龙江省赫哲族聚居区的 赫哲族曲艺说书形式 周大姐平时很喜欢钻研厨艺 她掌握着多种烹饪巡黄鱼的手艺 堪称一绝 这会儿周大姐带着味道调查员 来到巡黄鱼人工养殖场 她准备选一条新鲜的巡黄鱼 为爱人摇远收准备生日宴 这抓什么样的呀周姐 抓大的呀 über明白 这游泳好快呀 在水里边这个网太难浮动了 这一只这个打 这个打 周姐 哎来了 快来 快快快 我怕 他从那往洞里边跑了 回头回头回头 咱两个也没摟到 咱俩合力都不能抓着一条了 来了来了 这个好长 快快来 这个看起来肉就多 对啊 抓着了还想跑 费了好大的力气 终于到手了一条巡黄鱼 周大姐告诉味道调查员 她要用眼前这条巡黄鱼的 一处特殊部位 作为主要食材 来制作生日宴上的重头菜 那会是什么呢 周大姐 您之前是说有一道菜 只能用这巡黄鱼做是吗 是的 是什么菜这么特别啊 鱼筋 半鱼筋 那这鱼筋从哪取呢 鱼筋是巡黄鱼的脊髓 位于巡黄鱼脊椎软骨的中心位置 从鱼头贯穿到鱼尾 周大姐判断 眼前这条四千克左右重的巡黄鱼 鱼筋应该接近小拇指般粗细 周大姐说 取鱼筋讲究从头到尾 整条取出 不能断 那么周大姐会用什么巧妙方法 来取这条巡黄鱼的鱼筋呢 周大姐用刀熟练地 先在鱼头位置切个小口 找到鱼筋的一端 再在鱼尾根部滑出小口 试探地找出鱼筋另一端所在的位置 不能滑透了 以后滑透就把筋滑舌了 你就找不到了 这个就是筋 看到了吗 看看 地露圆的 特别圆滑 会把现在是连着的呢 这有这么拽着这尾巴 它不才好好处拽呀 真的好拽吗 这样 这不会断吧 不会的 你给它这么卷的手指头上 一拽 这边就都不 绕在手上是吧 对对对 那我试试哈 就这样 拽在手上 拽住了 对 我现在能抽了吗 慢慢 慢慢 有点它弄断啊 断不了 断不了 它里边这个很漂亮 雪白色 比想象中要顺畅哈 真的很斜得 你的手在抖 啪啦 断了 嗯 哦 感觉要出来了 都出来了 马上要都出来了 这个往手插 继续往手插 哦 这个真的 我的手已经勒出印来 你看 可不是 勒很了 因为咱们这筋韧性特别足 越到后边越使劲 又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最后出来了 最后这场 可算抽出来了 这鱼筋 好漂亮了 这后边一截 嗯 但是我发现这个筋 这抽出来怎么比鱼要长那么多呢 你看 因为它们已经给它脱解了 你看看 嗯 已经脱解了 拉长了是吗 对对对 是的 你看 这得一米多吧 这鱼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每次我抽的时候吧 就是我一下子就过来了 没有这么多简 但是没这么多长 所以才这么长呢 不均匀 但是这个鱼这么长 我还真第一次见这么长的 就是因为没抽好 是 一条巡黄鱼的鱼筋 终于被完整抽出 可周大姐会怎么用它 来烹制菜肴呢 用鱼筋做的菜肴 又会是何种滋味呢 先给它切出 断完之后再切丝 那为什么咱们这儿 就吃这个鱼筋呢 因为这鱼筋 营养价值特别高 这是我老公生 那不得好好过过 所以要给它大补一下 周大姐说 巡黄鱼的鱼筋 含有高度不饱和脂肪酸 和丰富的蛋白质 营养价值颇高 因此在当地人眼中 是非常宝贝的营养食材 将鱼筋段再改刀成丝 焯水滤出 浸泡在冷水中冷却 此时洁白如玉的鱼筋丝 变成了晶莹剔透的螺旋状 格外诱人 在阳光底下就是透明状的那种 对啊 是啊 鱼筋处理好 周大姐开始准备其他配菜 彩椒和葱切丝 香菜切断 姜切末 冷却的鱼筋丝捞出 放入大碗中 依次加入姜末 辣椒油 盐 香菜断 彩椒丝 葱丝 白糖 醋 均匀搅拌 哇 好香啊 特别是那个辣椒油和醋 我现在口水都流出来了 拿开来 做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呛拌寻黄鱼筋就做好了 寻黄鱼的其他部位 巧手的周大姐另外用来做菜 将薰黄鱼肉切块 用盐腌制二十分钟左右 热油下锅烹炸 一道油炸薰黄鱼块外酥里嫩 另一边细嫩软滑的蒸薰黄鱼腹也出锅了 浇上酱油上色提鲜 淋上热油激发出鲜香味道 整个薰黄鱼的鱼头下入热油 姜丝 葱花 酱油 去腥 食盐调味 倒入适量的清水 加入八角增香 焖至大约十几分钟 再配上一道香喷喷的铁锅炖奔鸡 丰盛的家宴就开始了 他特别辛苦 你看到他虽然语言不多 但是他特别吃苦耐劳 老公 辛苦了 祝你生日快乐 甜甜蜜蜜 平平淡淡淡才是这 来 生日快乐大哥 是不错 新的还是十多年之前的味道 十多年之前就被这味道折服了 对 哇 特别脆 您听到这个爽脆的声音吗 呛拌寻黄鱼筋 脆上的口感伴着彩椒的清香 混合着辣椒油的辛辣和开胃醋的酸香 带来既清脆弹牙 有酸辣爽口的丰富口感 油炸寻黄鱼块外酥里嫩 蒸寻黄鱼腹软嫩鲜香 嫩质的寻黄鱼头软烂可口 让味脸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满满一桌亲手烹饪的美食 做给最爱的人 这是周大姐对丈夫最长情的告白 精心烹调 用心创新 美食制作是古法传承 也是智慧创新 寻味山水之间 只为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呈上最像的